不過我們說到在整個520之後 另外一個重頭戲 整個市場都非常高度關注的 就是輝達在5月22號 要公布他們最新的一個財報 台灣時間5月23號的凌晨 就會出爐了 我們要請教友明哥 在這次就有分析師就說 這次的財報如果是小超 那麼股價可能就會大跌 所以一定要大超才可以 確實是這樣 當然因為每一次 輝達公布財報的 對應出來的一個股價有高有低 所以之後產生出來的一個反應 差很多 最重要的一個經驗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AMD AMD在這個月月初的時候 他有公布 待會我們來去解釋一下AMD 後來出來的一個反應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所謂的一個預期 一定是拿上一季 然後用上一季當基礎來做相比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在輝達上一季 就等於他是結算11 到今年1月份的一個財報 他的營收是221億 毛利率是76.7 其實這些數字等一下都很重要 然後再來的話 資料中心的占比是83% EPS的話是5.16 這些數字就變成 這一次預估的一個基礎 各位可以去看 當時在第一次公告財報的時候 雖然股價已經漲很多 但是因為市場上 原先的EPS預估大概只有4.64 所以出來是5.16 那個應該算大超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221億的一個營收的狀況 原先市場預估大概只有208億 所以這個也是超過於市場的一個預期 所以導致說他盤後盤 剛出來的時候盤後盤就已經大漲了 結果收完盤最後的一個結果 是大漲16.4 他這個一上漲之後的話 就是定海神針一出來 台灣的台積電 所有的AI股 基本上就是基權升天 這一次當然漲到最高的時候 是974 不過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 這個特殊的情形就是 我們現在的台積電的現貨 基本上已經創新高 可是輝達各位 其實是沒有過高的 輝達當初的一個財報 創造出來的一個高點是974 其實歷經了兩個月 都沒有創高 所以大家其實是很care 這一次的一個財報出來之後 會不會讓他的一個股價來過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市場 是怎麼預估 第一個 輝達在曾經 他自己在這一次完了之後的前一個月 就是我們現在的前一個月 他有預估2到4月的營收 因為上一次的營收是多少 221 所以這一次的話 其實輝達是預估240 然後技增跟221比的話 是技增8.5% 但是華爾街來講 這個買不買單 不買單 因為你現在股價已經漲成這樣的話 240 我們的胃口已經被養大 對 所以你如果給我們240億的 這樣的一個披薩的話 我們吃不飽 所以你要給我們更多 包含像瑞營的分析師 庫里 他這邊就有提到 你這個240 你至少要提到260 就是說等於你出來的這個營收 至少要260 然後EPS 因為你上一次是5.16 所以你這次勢必要超過5.3 如果按照營收的毛利率相比 再來的話 你的毛利率是76.7 你至少要超過77以上 所以這些數字 全部都變得往上提 而且還不打緊 而且你在公布了這一次 如果有260的話 我們還要看你下一次 就是5到8月 是不是有280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讚讚嘎 意思就是每一層每一層往上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初我們剛剛在舉的一個 很重要的例子就AMD AMD在5月1號的時候 這個蘇智峰小姐 他曾經對M1300這個部分的營收 開始有做預估 他說我們很好 我們是從35億增到40億 但是市場上有預估這樣嗎 沒有 市場上認為你AI就應該要很好 你至少要50到60億 對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這個世界上到目前為止都在用輝檔 所以AMD其他的市場佔有率 其實沒有那麼高 不高 對 不高 所以你給他預估這個50到60億 老實講有點為難他 那他說實在的 他從原先 市單率沒有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能夠變到35到40億 已經很不錯 但是他的一個股價 馬上盤後就中錯 這個收完盤就中錯了9%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他中錯完9%之後 他有從此一蹶不振嗎 也沒有 他是不是從這個地方上去 對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因為你的高點在這裡 那你公布的時間點在這裡 你這一段不是就已經在交代 你可能會不好的這件事 所以已經先反映 先跌過了 沒錯 因為你是在相對低了 所以你在相對低的情況之下 你公布出來 maybe當天可能跌9% 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 因為你後面還有一個叫輝達 他輝達還要公布財報 所以有一個輝達的保護傘 在這個地方他上去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輝達後面沒人 對 輝達就是closer 他這個比賽就已經交給他了 就是你自己這場比賽 你就自己carry了 你自己帶去了 所以你的好跟不好 會決定整個賽局最後的一個方向 所以現在現實市場上 我們才講 輝達財報的威力已經堪比 一次連者會立立決策會議 這樣的一個威力了 當然如果輝達財報到時候出來是大超 當然也會帶動台積電 不過我們說到在最近 台積電受到內外資的一個追捧 他要特別請教有明哥 營建指數其實漲幅也很高 在最近整個營建股非常熱的情況之下 在這次還有五檔被納入MSCI 我們剛剛也有提過 其實看好的是因為它的高值利率的題材 確實沒錯 不過我們剛剛再補充一點台積電 就是說因為畢竟也是到禮拜四的凌晨 就是台灣時間的23號凌晨 我們才會知道輝達 所以你看明天是禮拜二 禮拜三 還有兩天的時間 但我相信大環境對AI 特別是對台積電這一類的一個股票 應該相對來講都是比較觀望 所以急殺可能會有買盤 但是急漲可能就會有人賣 因為畢竟在美國 你去看整個在輝達的交易裡面 他開始是發散 我們之前節目有說過 賭他大漲跟賭他大跌 沒有人賭盤整 對 所以好 回頭我們再來看 因為像剛剛這個資源有特別提到 我們台灣 其實最近有很多的ETF 變成我們台股下檔的一個安全氣囊 因為這些ETF在換股的一個同時 畢竟都還是以所謂的高殖利率為前提 所以你殖利率就變得很重要 電子股不是沒有高殖利率 相對來比較少 因為你漲到現在 可是對於銀建也好 對於金融也好 他的殖利率就高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志遠有特別提到 銀建的一個指數 我給各位念一個內容 如果我們把當初的台股的高點叫 有一個高點不是叫做18619嗎 18619 在當時2022年1月的時候 當時的一個高點 我們如果用那個點來當起算 一直到最近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銀建指數 你以為它溫溫漲 其實它漲了75% 它漲得比台積電還厲害 台積電漲三成已經很厲害 因為整個電子才漲23% 整個上市漲15% 所以你說銀建有很慢牛嗎 沒有 它這樣整個從18619開始上去 但是現在如果就形態上來講的話 它比較接近屬於第三波的 一個完整段 就是等於是之前的一個高峰的話 整個主升段已經走完 那接下來應該看起來 是一個第四波的格局 那第三波的一個邏輯 當然基本上就是新清安 再加上高股息的ETF 可是最近我們跟建商 有稍微聊到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其實有一塊樹地的話 大部分的開發 都把它拆成小坪樹 因為對於一些 比較新進的年輕人 就是這樣的產品比較好賣 可是現在的新清安 等於把所有的買盤 全部往中小坪樹再塞的同時 基本上為那量已經都滿足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覺得小坪樹的這一些的 這個需求 已經都被滿足的情況之下 它的這個買氣 就會稍微比較淡 那買氣比較淡的前提之下的話 那銀建股為什麼還可以操作 因為銀建股即便如此 它的殖利率都還是非常高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MSCI新增的 這個中小型的銀建股裡面 居然有四檔 有一些各位都不認得 1442的明宣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殖利率還有高達5.78 那個已經完勝很多的電子股 那永信建5.2 達利4.9 當然我不知道它為什麼列黃埔 好 那現在 黃埔是1% 只有一% 那永信建今天是大跌 為什麼呢 因為00940沒有把它納進去 因為當初大家認為 應該要有永信建 所以永信建就大漲了 結果後來發現沒有它 那00940列了哪些 如果我還記得的話 第一個 華固 長虹 國產 新路 這些 那我們針對銀建股的 這個殖利率排行榜的話 像黃龍這種大概是8.1% 然後達新宮5.5 然後這些依次來排序 我們現在把5%以上的列在這邊 然後4%的列在這邊 然後4%以下的列在這邊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兩個重點 就是520之後到928檔期之間 營建股應該是屬於休息 然後這裡面殖利率來定天下 這次MSCI全球小型指數 是第一次納入了本土電梯大廠 叫做重有這家公司 有明哥我們知道 現在房市很熱 所以這個電梯的訂單量 也會大增 重有他們的訂單能見度 竟然可以看到三年 對 第一個 大家有沒有在想過一個問題 MSCI到底是用什麼標準 一些股票納入到所謂的小型 第一個我覺得市值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當然隱含市值如果變大的話 就意味著你的股價漲幅也變多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重有最近的一個股價 老實講比很多電子股都強 對 它就一路往上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電梯市場 台灣的電梯市場基本上是寡戰 大概主要是三家公司 第一大的話應該是永大 然後第二大的話其實是重有 第三的話就是三菱電機 這三家加起來的話 已經佔了台灣電梯的75% 但是他們這三家 方向各不一樣 比較有名的是永大 然後維修比較好的應該是重有 日系的營造的話 配合的就是三菱 我們來看一下 重有這次被納進去之後 因為它的市值已經突破了220億 然後貴買指數的 這個所謂的類股的占比 排名的話已經在前50名 前50名說實在就已經很厲害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 像世界先進這種 比較大型的一些電子股 目前的訂單是90億 能見度是三年 所以要等於是說 我除了幫你去做 所謂的新梯的一個部件以外 我還有所有的維修的一個案子 而且它最近也強化了 所謂的抗震設計 它這樣的一個抗震設計的話 因為它現在在電梯裡面 做的所謂自動抗震器的話 基本上已經是非常非常的領先 早期它沒有在做 但是它現在的營收占比裡面的 電梯大概有30%到40%左右 都已經加了所謂的抗震 抗震當然碰到了地震完了之後 很多都會校正回歸 用很快的一個時間 所以保持地震的一個平穩 我們來看一下2009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們其實 對電梯股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很樂衷 我們頂多就是說 我們在做中概 中國收成股的時候 勉強的把勇大算進去的同時 我們把從頭也加進去 因為在坐電梯裡面 他跟勇大一起到中國去 中國大陸去 當時它的一個股價只有7.28 然後很多年 它一直都是在20塊附近 然後最重要的是說 因為去了大陸之後 去了這個大陸之後 它發現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中國真的是一個紅海 不斷的在殺價競爭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的毛利拼不過別人 所以你就被淘汰 而且當地的一些營建案 它不會用台灣比較貴的 類似這樣的一個電梯 去做它的一個標配 所以就會用一些大陸 自己的一些電梯公司 電梯公司的維修它不care 反正房子能賣出去就好 早期是這樣子 所以從有後來發現了 這個問題之後 它回過頭來來進行台灣 讓自己的毛利率 一直維持在30%以上 對 這30%裡面 它現在的營收占比裡面 維修這件事情就佔了它45% 比重很高 對 而且你知道嗎 賣新電梯搞不好 基本上毛利不會那麼高 但是維修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你就是 因為這個就是售貨服務的部分 所以它的固定成本變得很少 它的變動成本就是在於人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反而讓它的整體的毛利率提升 然後去年的淨利率是8.95 其實一家公司可以賺5.06 配4塊 所以各位可以去換算 它長時間最近這幾年 它的這個配發率 股息的配發率 都有在7成以上 那對於很多存股族來講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第一個的話 台灣的新建案只要一直在幹 那你永大就會做 第二個的話 只要一有地震的話 電梯要維修你就會去換 然後第三這個東西 不會只賣一次 因為你後面還會繼續 有售後的服務 所以導致它5月16號的一個股價 就一路的來到了這個126.5 歷史新高 那這家公司 其實最近會被大家注意到 主要是因為台北101 101大樓 因為101的話 基本上它的這個 你知道它的分數高達 1010公尺的一個快速電梯 你在這個這麼快速的電梯 而且是創了金氏紀錄裡面 你是用重有的 對不對 你的載重是4800公斤 那台灣的品牌就是重有 所以你這件事情 你什麼都不用講 那在裡面上班 有多少的外商公司 那你每天就坐電梯 就是直接看到那個logo 就是一個重有 對 所以相對來講 他就等於是自己打了這個 幫他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火廣告 所以他賺這個電梯的維修層 他是靠著雲端嗎 對 他靠雲端的話 基本上有跟台達電來合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企業故事 他老一代的創辦人是唐松章 90幾歲了 然後94歲 然後接下來就交 2015年交給他的一個兒子 唐伯龍 但是各位他兒子也60幾歲 滿老的 對 他是二度回鍋 二度回鍋來當公司 然後最近同年8月的時候 召開法說會 所以這個所有的東西 已經變得有點外資規格 早期我們大家在看永大的時候 會覺得說永大是一個能力度 比較高的公司 從有看起來好像比較小 但是現在的從有 其實已經跟永大一樣 都是變成一個能力度非常高 而且公司治理評鑑 已經到前五名 然後最近23年 他撤出這個經營23年的一個 中國市場 就是我剛剛說過 因為中國是一個 真的是紅海的一個市場 所以他在那邊鯊魚而過 鯊就好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與其跟人家在沙丁魚的 這個市場裡面去做競爭 他回頭還是想到 我們剛剛說的一個問題 維修才是王道 很多東西的維修 基本上他的毛利率才會高 所以開發 生產 銷售 安裝的 整個在一條龍的過程中 有八成的保養維修率 都是來自於 這個獲利的部分來自於他 所以導致就是說 今天公司在賣出電梯的同時 他可以估算的出來 他現在把齒輪式的馬達 改為泳池的一個同步馬達 再加上雲端他跟台達電的 一個合作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現在他已經可以把 維修電梯的時間縮小 縮短了30% 這對很多人來講 電梯困在裡面很痛苦 但是如果找從友來修的話 可以放心給他修的話 很多人就會開始用他的